想不到嗎? 今天日本妝 有喔! 嗨!大家好 我是Sin姐姐 是又到星期五了 最近因為在First Take上面 都看到一些很不錯的表演 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子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日本組合 Wednesday Campanella 那我也非常期待主唱Utaha 他在First Take上面的表演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現在就來看囉 啊!真的好可愛 好特別喔 OK來真的要開始了 我們聽一下 欸我這裡暫停一下暫停一下 說真的其實我對日本流行曲 就是尤其是現在日本流行曲的樂壇 不是很熟悉 那我其實還蠻孤陋寡聞的 沒有真正聽過日語流行曲 KIPHOP RAP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對我來說還蠻新鮮的 這裡呢可能我可以跟大家提到一點就是 你會發現到 當Utaha他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動作啦 然後臉部表情啦 這些東西呢 對於就是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發出來的聲音 我們的口氣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喔 因為呢其實我們臉部的一些肌肉啦 還有我們身體的這些動作啦 它會間接的影響到我們的聲音 還有我們發出來的時候的一些口氣 還有情感上這些很微妙很小 可是又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就是尤其是說唱的一些歌曲呢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把這些態度啦 帶出來的話 你這些東西千萬千萬不可以省略掉 好話不多說 我們再回到看這個表演好不好 好可愛 弟弟 所以這首歌就是 有很多這種不同的王宮這樣的地方對不對 我聽說這樣子的裝扮就是叫做Lolies喔 好可愛 啊 OK 看得出一句就是它現在就是在享受著音樂這樣子 好 好我們自己暫停一下 我沒有想到說這裡呢 有一個唱的部分 因為前面呢我就一直聽到它很多Rap的部分 我會想說這首歌可能就是一個純說唱這樣的歌 可是到了這裡呢 我猜想應該就是它副歌吧 它的唱法呢可以算是典型日本女生的唱法 可以這樣子說嗎 就是頭腔共鳴居多 有些地方其實頭頭蠻多動作的 聽起來有點像類似說話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歌詞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YouTube的CC 翻的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可是這樣很搞笑喔 我覺得很好玩 喔好好玩的一首歌 可是我覺得它氛圍還不錯 然後當然流行感是有的 好漂亮的曲 嗯 你看的時候它就是非常享受這個音樂 然後其實我們在看的時候 還是我們在聽的時候呢 也會被帶入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氣氛 一個感覺對不對 很可愛 來錄 真的我覺得就是它在說唱的部分 它口氣還不錯 就有個性的部分啦 然後我覺得就是整體來說 聽起來再說一個故事 威威到來 然後也有很可愛的部分 你看就像這裡 你看就像這裡 Yuuu Yuuu 好可愛 然後又回到唱的部分了 然後又回到唱的部分了 你看看 可愛 Yuuu yeah 就完了嗎 我看一下 好可愛 這位女生她獨特的地方 當然第一我覺得造型 這肯定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我覺得曲風 我其實很喜歡她的口氣 她除了有那個很酷很有態度的那個部分 她也有很可愛的一些元素掺雜在裡面 這也是她非常突出的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最後呢還是需要大家幫我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記得到Facebook或IG找我喔 我是欣欣姐姐 那我們就下個星期見 掰掰